你可能很难想象 在台北市大安区的精华地段 有这样的景象 宽敞的楼梯间堆满了垃圾 半世纪以来 大楼内管线纵横交错 即便有管委会 但经费断缺之下 维护大楼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幸违大楼就像是台北市的九龙城寨 整个漏水 走道上永远听得见 滴滴答答的漏水声 洗衣机瓦斯桶热水器 阴暗老旧的走廊堆满了生活的轨迹 每户六到八坪的狭小居住空间 窝居了近500名的住户 将近45度的楼梯就怕一个不小心滚下楼 住的时候很不安心 尤其这年纪也大住得很 本来老了 体力什么身都不好 又有这个忧心这个 让我们这个心情很 常常挂着那紧张那个氛围 在这边开业三四十年的中药行老板娘 已经住了五十多年 一楼是店面 阁楼则是睡觉休息的地方 睡觉起来 怎么这样 睡觉摸起来 怎么湿湿的 往上看 落到这样 别看这十几平的大小 旧旧的没什么装潢 其实在信维大楼来说 已经是豪宅等级 小小的店面还残留着过去的荣光 数十年来信维大楼 都更喊得正天驾响 但永远只闻楼梯响 二三十年了 对啊 我从国中毕业到现在 我现在已经要七十岁了 政府这部分的脚步 真的也很慢 而且好像也没有跟上时代 为了加快脚步 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 更是把公办都更 住户意愿的门槛 从九成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我们的房子拆了 给你去都更 你盖新房子给我 不要花钱 一定要的 要多少 太多我符合不了 放宽这个楼地板 那符合就是比较人性的空间 然后至于不同意户 我希望那个政府有公权力 来借套救我们 对因为不可能百分之百嘛 这个像那个我们位于金华那个店面 他们可以收租金又有生意 他当然不同意咯 但都更最难的从来就只有利益的纠葛 即便是已经超过五十年的老房子 每个月套房的出租金额 还是有一万五到两万元 更别提售价更是高达每瓶九十万元以上 建商进来他没有土地产板 第二个我们这个地方一瓶 最起码是两百万 两百万 所以可以补 绝对足够了 我们现在建商目前 大概比较担心的是我们整合的问题 新维大楼管委会住户廖广志 相信这里地段价值高 可以比照水源都更岸换回更大的房子 但在工资原物料飙涨的时空背景下 贪何容易 都更之路有多遥远 信义区的力霸皇家住户 更是感同身受 砖红色的十四层楼建筑 坐有烫金的信义区门牌 不过仔细一看外墙二钉挂瓷砖剥落 这里是著名的海沙屋 你看这个都剥落了 我们的车子从这里走啊 这个瓷砖都有一个剥落 跟着四围里里长刘耀平的脚步 进入大楼 残破的景象映入眼帘 来你们看 钢筋都外露了 那个条子都壁掉了 民国88年921大地震后 被发现是海沙屋 虽然陆续有建商来谈都根 不过全都破局 2007年深阳建设出现 经过16年终于准备拆迁 对啊 都是很开心啊 有种重乐透的感觉吗 是 住在这边将近30年的王太太 开心的神情全写在脸上 为了加速搬迁 建商还祭出优惠 3.5吋 有租金补贴68个月嘛 二楼以上一瓶800块 然后我们6月 5月14号到6月14号搬走 增加了优惠两个月嘛 好不容易判断的都根 一走就是16年 不过对住户来说 挑战正要开始 当我认为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在法规面 或在资金的协助面 或者是暂时迁居 像我去年退休 我就开始没有所得了嘛 然后我们房间要拆 我们没得住了嘛 除了要跟台北市政府申请 然后我都不服资格 都根这么慢的原因 其实最重要的是容积率 台北市的容积率 已经到天花板了 你中央不修法 那再开放多一点容积率出来 基本上都根推不太动 根据市调机构统计 大台北的都根速度平均每年不到1000户 要花上1400年才能都根晚一轮 代表多数人这辈子都等不到都根成功 台北的人口也在急剧的流失 房仲调查以2019年10月到2022年10月 台北市三年内就减少了18万人口 减幅6.8% 当高房价遇上都根牛布 这座全台首都人口正在慢慢流失 纷纷逃离这个老宅之城